周末出门去趟外地 把车开到机场 然后在机场放两天 反正周日就回来了 现在是用掉一格多一点点油 然后跑了170公里 所以说这项油比之前看似要油耗表现好一些 跑到机场把车停下来 然后油表变化 这是小机里程216.7 产业颜色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奶茶 但是每次来长沙巴 都会凑着着热闹 这做奶茶的现在周边这么多 都分不清是杂货铺还是奶茶铺 这么晚了晚上吃点 点茶的人还这么多 是这么多的包装风格 让我想起了耶稣的老板 不知道他这个外包装 是不是也是用PPT做的 我有点理解他为什么做这么多周边 这你看了 现在是10点10分 我是9点50点的蛋 现在做到73号 我是76号 所以说等餐的这段时间 所以说等餐的这段时间 确实很容易复进去消费 看着看着东西又都不贵 就想买点 他这里排队主要也是因为没有小程序点的 都是现场点 这叫什么生烟马力岩 好像是生烟拿铁之类的 看起来到反正我也看不明白 平时很少喝这类的东西 完全是凑着热的 气氛红到了不喝不行 看着不怎么样 但喝着还挺好喝 应该是红茶咖啡 就是鸳鸯的那个味道 加上生椰浆 它这包装也挺有特色的 这杯子的内容是原始人打万幸人 好家伙 降维打鸡吗 茶叶色 好家伙 这的茶叶色人正多 这现在已经10点20多了 排队排这么长 这点慢了 晚饭还没吃 就想吃他家 朋友推荐的 但是 我刚才排了下号 两人喂31桌 我12点前还能不能吃到 哎呦好饿呀 好家伙 吃颗 看她 看你 没有 感谢观看